我们感官的习性使我们陷于感觉的欺骗和谎言,而我们然后又将这些感觉当成我们的全部判断和知识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通向实在世界的小路,后门,洁净。 我们这些蜘蛛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网上,而无论我们在这张网上捕获到什么,我们捕获的都只是那些我们这张网能够让我们捕获到的东西。 经验与虚构,无论一个人的自我认识是多么深刻,怕关于他的全体冲动,这全体冲动构成了他的存在,的图画都是极其残缺不全的。 有目的的 在所有行动中,有目的的行动是最少被理解的,皆因他们总是被看作最容易了解的和为我们的意识最熟悉的,最简单者最复杂。 导致我们行动的真正动机部分是我们不知道的,部分是我们知道的很不清楚的,我们永远不可能预先计算它们。 也许,在这些动机之间同样也存在着斗争,存在着前进和后退,存在着天平的清洁,这是真正的动机冲突,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完全不可见的和意识不到的。 所有的目的都是无目的,所有的意志都是无意志。 你也许希望得出结论说,因此,只有一个世界,即偶然发生和无知无实的世界,才是存在的。 是的,对此,我们必须补充说,也许只有一个世界是存在的,也许既不存在什么意志,也不存在什么目的,它们全都是我们幻想出来的。 人们真正需要的是,无论它们是否这样承认,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个人,也就是削弱和消灭个人。 把我们面对这样的痛苦场面,可能经受的各种非常不同的痛苦,都称为同情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痛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与我们眼前的痛苦者无关的一种痛苦。 我们感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痛苦,正如他感到的是他自己的痛苦。 同情,就其实际产生痛苦而言,这是我们在此唯一关注之点,乃是一种缺陷,正如沉溺于任何一种有害情绪,都是缺陷一样。 发现某个我们热爱、尊敬和赞美之人却在受苦,这总是使我们感到震惊,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从他那儿接受的快乐,必定是从他自己那极其丰富的快乐源泉流出来的。 所谓理解别人,就是在我们心中模仿别人的感情。 毫无疑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常常追问别人情感的原因,例如追问的为何忧伤,以便我们自己也因为这一原因而变得忧伤。 超越我们对于别人的考虑。 什么? 注意我们的行动对别人产生的直接和当下后果,并据此做出决定。 这就是真正的道德吗? 如果说这是一种道德,那也只是一种狭隘的小布尔乔亚式的道德。 在我看来,不计较我们的行动对别人的当下后果,甚至不惜使他们痛苦,以推动更为远大的目的,乃是一种更高和更广阔的道德视野。 一旦人们不再以罪恶的眼光看待自己,它就不再会是罪恶的。 我从未曾有过一种关于我的人格统一性的一种感觉,自我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场所,其中有某些事情发生,但是并没有一种叫自我的东西存在。 若我们做了一些所有其他人正在做和已经做过的事,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满者,这是一位过去时代的勇士,他痛恨现代文明。 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文明的目的就是使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荣誉、财宝、美人,同样也为懦夫们所拥有。 也许时机还未成熟,在目前这个时代,似乎有迹象表明,那些不具于现行法律和习俗的人正试图组织起来,以此为他们自己创造一种权利。 虽然他们打得旗帜形形色色,令人误解,往往非常不确定,每一个正直,追求真理的人都应该认可和帮助,实现这些广泛的目标。 一个榜样,我喜爱修习底德的是什么?为什么我尊敬他胜过柏拉图? 人或事物的一切独特性,都是他感到无限的,无偏见的快乐。 他相信每一种存在类型都有某种引人入圣,他的目的就是去发现这种引人入圣。 如此感受同情的灵魂是战士的灵魂,这种灵魂是难以打动的,无论是通过恐惧还是通过同情都不容易将它们致服,但他们发现,不时地让自己软化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他们构成了悲剧所要诉诸的对象。 学会沉默 一个人要想在舞台上当主角,就不应该留心合唱,甚至不应该知道怎样合唱。 统治 一些人统治是因为他们乐于统治,另一些人统治是因为他们不愿被统治,对于他们来说,统治不过是两害之轻者。 大政治 无论个人和民族的虚荣心和实用考虑,对于大政治有多大影响,需使他们的最有力动机,还是他们对权力感的需要。 这种需要不仅存在于贵族的血液中,而且还一次次地通过大规模的下层群众运动爆发出来。 更好的人们 据说,我们的艺术诉诸的是现代的人,贪婪、不满、浮躁、厌倦、痛苦不堪的现代人,在他们的悲惨深渊的上空,展示出一幅极乐和出世的景象,从而使他们暂时得以忘忧,输一口气。 也许还能从这种忘忧中找到再生的力量和勇气。 道德教育者的贪心 道德教育者取得的成绩为什么相对不大,可有以下事实解释,他们一下子要求太多,也就是说他们野心太大,急于为每一个人颁布规则。 当我们挥手我们的生命历程,我们发现有一件东西永远失去了,我们虚度的青春岁月。 在那求知、热情和渴望的年代里,我们的教师本应教我们以关于万物的知识,然而他们却只是向我们传授古典教育。 决定民族地位的人,拥有丰富的内心经验,并能从精神的高度俯视和超越这些经验。 决定一个民族的地位的文化伟人就是这样构成的。 在法国和意大利,决定民族地位的是贵族,但在德国,由于迄今贵族多属精神贫乏者之列,也许他们很快就将不再如此,所以是教师、教师以及他们的后代决定了民族的地位。 让我们从世界上铲除罪这一观念,让我们随之也铲除罚这一观念。 从此以后,这些失事的魔鬼将不再能够生活在人们中间,他们也许仍然能够生活在其他什么地方,如果他们竟然还希望继续活下去和没有因为对于他们自己的厌恶而死去的话。 金钱却是权力、声望、尊严、特权和影响力,一个人拥有金钱的多少决定了别人对他的大小道德偏见。 没有人愿意把他放在黑洞洞的骨仓里,但也没有人愿意把他明晃晃地放在桌子上,因此金钱需要一个人们能够自豪地把他放到桌面上的代表,这就是他们吃的饭菜。 每一个犹太人都能在他父亲和祖父的历史中找到一大堆在可怕困境中沉着冷静,坚毅不拔的例子,找到对抗灾难与不幸的巧妙和机制。 在欧洲的国土之外,欧洲的美德将和这些工人一起在异国他乡生根,那些在他们的老家已经开始退化为危险的不满和犯罪倾向,一旦到了国外就获得了一种粗犷优美的自然性被称为英雄气概。 如果像有时发生的那样,德国人需要再次进入能够完成伟大事业的状态,那又如何? 如果不服从的非常时期突然来临,那又如何? 当德国人能够干一番事业时,他总是使自己超于道德之上,他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 清醒的实力政治家和悲剧、悲观的艺术家终归不是同路人。 最严厉理论的好处 只要一个人信仰最严厉的道德理论,人们就会手持一面粗筛子,漏掉他的许多道德缺点。 相反,带有自由精神的道德家的生活,却总是被放在显微镜下仔细检查。 人们认为,他生活中的每项错误都是他那不得人心理论的最好反驳。 牺牲性动物的道德 热情牺牲自我牺牲,这是你们的道德格言。 我也相信,当你们说这些格言时,你们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只是当你们为了这样一种道德而发自内心时,我比你们更了解你们的内心是什么? 如艺术家之用短 如果说每个人都不可能没有弱点,如果说每个人最终都只能像接受命运一样,接受自己的弱点,那么,我希望每个人都至少能像许多艺术家一样,拥有足够的技巧,知道如何用他的弱点反衬他的优点,通过他的弱点使我们渴慕他的优点。 赞领中的报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的报复 还要批记得更迟的